您好想弄点啥 老板赶紧给我看看我这几个东西 看这几个东西 啥东西啊 你看看 行我先打开看看 这是铜钱 姻缘 怎么了 租船的吧 不是的 你给我看看能值多少钱 能值多少钱 对 你都不知道 咋回事啊 我老公 嗯 最近 不知道咋的事 就给周火入魔了 周火入魔了 对 然后他说了 他这个 这是个银员吧 是嘞 袁大头 他有这个银员 人家的那个 是属于那种 首上协会 还是靠谷那边的人给他锁了 一个 能值三百多万 一个能值三百多万 对 啥银员呀 能值三百多万 大头能值几百万的 有 那得是签字版的 这是普通的呀 那谁知道 人家给他锁了 这是三百多万 嗯 然后说 那小铜这下边的这个是吧 小铜钱 好了 一个 人家给他 这是四个吧 四个 人家这四个给他一百二十万 他先收 哦 人家给一百二十万 他先收 他说的黑管省制 人家这人家给一百二十块吧 是不是他听错了 一百二十万啊 这是乾隆 康熙 这小瓶钱 这不值钱啊 这些 东西是老的 但是这不值钱啊 你怎么可能值一百二十万呢 开玩笑呢 他没有买 他说得值两百多万 哦 这四个铜钱能值两百多万 对 我的天啊 你都不知道 都因为这五个东西 嗯 花三千多 买个 买个那个啥 保险柜 哦 买个保险柜 说起来了 哈哈哈 我跟你说一下啊 我跟你说这几样东西 还没那个保险柜价值高的 还没到保险柜价值高的 对 行都不知道 咋回事 看见谁 都感觉已经顶上他了 嗯 害怕这东西来拖他了 买了个保险柜 放家里了 对啊 放家里了 哎呦 我的钱啊 都这最近 他说了啊 要把这几个铜钱卖了 买别墅去的 哦 把这铜钱卖了 买别墅 钱领着我去看 我都不好意思了 领着你看啥 别墅啊 看别墅 去看别墅 去人家搜楼铺 你都不是说 安一共猜 村官猜 村官猜 几万块钱的村官 田太楼一看别人 我自己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这 我都觉得他可能省病啊 不是省病了 那可能是 咋说人家网上 专家可能是 咋说有的是 骗的 想骗你钱的 对对都是专家 可能是这种 你要说这 这大头 所以是吧 这个银元 他能值个一千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 所以是吧 这很常见啊 很多老头老太太 手里放的都有这个 是吧 我那个 之前没结婚的事是吧 我哥有一个 我爸给我哥一个 我哥才卖多少钱啊 我说卖几百块钱呢 这大头是吧 对 我知道 那是 我看着比这一样 才卖几百块钱 他不是说三百万 没四百万 我都不叫我母 几个都不能趁着出去了 我叫保衍会给他打开 他出去了 对 我再给大家看看 这平常都不知道 一米一内的不要紧 不要我过 一米 你离保险柜一米以内不让过 对 请你不要你考进 这才把你拿到 哦 这这这这 你知道保险柜密码也会好 问题是这东西啊 银元能值个一千多块钱 像这个 像这几个铜钱 也就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对 几十块 可不是几十万 你得这样 你回去 让你老公啊 嗯 去那个 钱皮市场去赚管 让他了解一下 这些铜钱 还有银元的价值 要不然的话 你这这跟 找老婆了一样啊 对 是不是 你看别墅 你看别墅 有用吗 哈哈哈 没有 我都没关系 如果说这四枚铜钱 能换个别墅的话 那我估计咱们全中国的老百姓啊 都能换别墅了 哈哈哈 是吧 嗯 我都知道他这不扎之间 来来来来 还给你装饰 没事没事 我拉着看看 看出去 我再给他说 还给他放开 他最近你要直接给他说 他给他受不了 接受不了 嗯 我给他到时候 不知道 天天去看 去搜楼屋看别墅 是嘞 哈哈哈 他自己去都去别人老人活 回去劝劝 我都不好意思 回去劝劝 好吧 不走了 那你说那种什么千米市场是吧 不玩市场去转转 走 没啥呢 给他一楼去抽楼 行 好 谢谢老爸 没事没事